近日高温人们热 不过2023年8月8日已经是24节气中的丽丘 代表着秋天的开始 命理塔罗专家爱菲尔就提到丽丘是一个节气的转折点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财运也将有所转变 丽丘的彩星会带来新的机遇和希望 有四大生肖可以准备好迎接财富的降临 第四名 生肖猴 暗和之情 财运有加 属猴民众在丽丘后 财运将更加明显 甚至有潜在的暴力机会 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灵活变通 取得事业上的好成绩 也能在投资上获得丰厚利润 爱菲尔建议 属猴民众与人合作将是明智之限 不过要注意避免过于自我或固执己见 保持开放心态 倾听他人意见 将会带来更多财富的机遇 力秋财运大爆发 财富滚滚来 第三名 生肖猪三合之局 财运亨通 力秋后 属猪的人财运将更加顺遂 收入来源将多元且丰富 能够展现自己的能力和魅力 在工作中得到上司和同事支持 同时也有机会拓展新的客户和市场 爱菲尔建议 多做善事 积累善言 将吸引更多好运和机遇来到身边 相信自己的实力 不断努力 未来的财富将更加光明 第二名 生肖虎三合之局 财运旺盛 疏忽者力秋后将进入自己的旺盈期 事业有望突破 收入将大幅增加 另外还有偏财运 可能会有意外之财或是投资收益 爱菲尔建议 把握机会勇于创新 不要错失良机 积极迎接挑战 勇往直前 在这个机遇多多的时期 不要害怕冒险 敢于尝试新的事物 财印将更加亨通 未来的前景必定无限光明 第一名 生肖狗 六合之相 财印高照 输狗民众的财印 在历秋后更加旺盛 事业和财富相辅相成 不但在工作中表现出色 有望得到升职加薪 或其他奖励和补偿 同时 投资也可能带来收获 或是获得意外之财 爱菲尔建议 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 不要放弃任何机会 抓住每一个 可能带来好运的时机 勇敢尝试新的领域和机遇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将会在这个时期 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成功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